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来激励老公吗 是吧 对 我说到他什么都不听我的 我也不是不听他的 去年我刚做了手术 才一个多月他都让我去当保安 医生都说了最少休息一年到半年 他最少在半年 他两个月都让我去 当保安问题是他也不累啊 他就跟休息是一样的 当保安跟休息一样啊 也不用干活嘛 他又坐在那里啊 所以说我就想就全当休养了 让他去一下 所以您今天来的目的 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是希望老公能上进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你们俩结婚多少年 结婚十五年了 孩子多大 孩子 两个儿子 大儿子十三岁 小儿子八岁了 您的资料上面说您无业 什么意思 我就是干兼职 跟人家打扫卫生 干小事工 就这么说 您给家里挣钱吗 也挣一点 还是挣得少嘛 家里的主要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 origins combin则患que 蛇 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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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确定有没有 就是他学了就是打一个长远的计划 就是想着是这样子的 所以也有可能是没有工资的 是吧 那么如果他去做了木工活之后 他没有工资的话 这个家里面怎么生活呢 我就是出去也可以挣啊 我就是挣点零花钱 反正慢慢就干 我意思是说他在家里干 我也可以帮着干一点 所以你是想要一个长远的规划 是吧 你们俩为这个事儿夫妻争执过吗 争执过 他不听嘛 就是一直还是到外面去 所以他现在跟您是个分居状态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他在外面 所以说我就是一直打零工嘛 两个孩子在家里面 他爷爷带 你们都不带吗 问题是他现在不回老家 我肯定也要在外面 我在北京 那你们俩这两地分居可够远啊 你娘家对你现在和你先生的这种生活状况 是个什么看法呀 什么看法 我也没有跟他们说过什么 因为娘家不是亲生妈妈 就是养母嘛 因为这种事情跟他们说 就怕他们说我 就是当初不让你跟他愿意 你非要跟他愿意 您刚才说到了您是养母 是您父亲带着您再扯了是吧 再婚了 因为就是小时候 亲生父母把我送给姑姑养了 过季到姑姑家 对 所以说这种事情 我感觉就是没必要跟他说 跟他说了 我怕他们又说我 他就是脾气剧 就是老师不听你的 你非要跟他愿意 就说我 我就怕是这样子 当时你和先生是自有恋爱吗 是没人介绍的 你看中他了 我就觉得他就是请老师 我就跟他愿意了 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所以你看上是看上的先生的老师是吧 对对对 结果嫁过去之后 你发现他还老实吗 就是老师是老师 但是他老实的太过度了 就是我们刚结婚那一会儿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出去打工 过年回家了 然后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他妈妈了 一分都不留 就这种的 所以说我感觉他就是实在的就给个傻子似的 有多多 我也把钱交给我妈 还不是因为没结婚之前盖房子 家人结婚借的钱外债太多了 我还是想到把钱早点还完嘛 你家里哥 那也没必要 就是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 我就想着 就是说你过年要送礼物啊 走亲戚啊 要买衣服啊什么的 他就是一点都不留 这不都算旧账了吗 是啊 就是因为旧账 所以说真的让人感觉很讨厌的这种啊 就是自己没有一点 一点主见都没有 您现在不是可以做主了吗 我还是做不了他的主啊 叫他找个活 他就不愿意干 就这样子的 我就想让他在家里面 就是学个技术 可以长期的在家里 我也可以帮助他就是干那个活 因为他的腰痛嘛 我挺心疼他的 可是一心疼他 您还让人手术一个月之后就当保安啊 因为当保安 他就是那种跟休养差不多嘛 因为他也不干重活嘛 不用搬东西 他从来不顾忌我的感受 那医生都说了 多休息了有点时间肯定好一点嘛 他说你是不上进的 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我不同意 行 来给你夫人打个分 满分十分 我给他打五分 呀都不及格呀 六分就及格 为什么只打五分呢 我上外地打工 他老是让我回家嘛 我回家还能挣什么钱嘛 就是他比较理想主义啊 还有什么呢 这是不满意扣一分 还有什么地方扣分呢 反正扣分的地方 我都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你说呀 我又没说 不让你说 你说我不满意 我可以改啊以后 行 满分十分给先生打个分 我也是给他打五分 为什么五分 因为他就是老是就是没有一点主见 让他干啥他就不愿意干 听你的就叫有主见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哦 必须得听您的才叫有主见 是吧 我就感觉他就比我没有希望 听起来拉拉杂杂 其实你把主线穿在一起 你会发现 这大概是人世间比较难的一种情感 比较复杂的情感 用他的话来表述是 他没有主见 他不听我 对吧 其实从我看到的角度 就是对生活的无力感 你觉得你的生活是没有办法把控的 打小被自己的父母过继 给了自己的姑姑 你没有办法把控 对吧 对 小的时候人生没法把控 好不容易觉得自己挑了个 老实巴交的男人嫁了吧 结果你发现他不听你的 嫁过去之后 你又婆婆来把控 我媳妇熬成了婆 结果我发现 我还是不能把控我的人生 所以他的冲突 完全是来自于内心的 又不能表达出来 这让这个男人怎么理解吗 所以这个男人看到 就是老婆 不停地给自己提一些无理要求吧 对 是吧 这个要求觉得完全不现实 学技术谁给我钱 没有钱怎么生活 老婆说我去打工 他打工那些钱 养活了你们鱼儿四个吗 鱼儿四个吗 你看这就是冲 要老师们帮你们分析分析 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听到最后 核心的矛盾点在于 是不是要回家学木工 但实际上呢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是要解决 女士的心理问题 你一直在讲 第一 你的先生不上进 我想问你什么叫上进 一个月挣多少钱 叫上进 你觉得 我觉得就七八千吧 然后他就是有 好 七八千一个月叫上进 您现在打工 您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 四五千 四五千 那我现在跟你讲一下 你现在在做小时工嘛 对吗 住家的阿姨工资可以到六千 育儿嫂 育儿嫂 你可以去考个证进行培训以后 可以八千到一万五 我刚才的这个规划叫不叫上进 您为什么不去 因为我也学过 但是我的身体不好也不能熬夜 讲到重点了 您的身体不好 您先生的身体好吗 太好 您先生的腰椎肩盘突出 我给你普及一下 我有腰椎肩盘突出 这个病没办法去根 就一阵一阵饭 饭的时候就平躺 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所以我经常录影的时候 我都会问 你们节目坐着的站着的 并不是说坐着就对腰更好 而是我可以歪着 站着的话我站不住 您刚才讲的是 他去做保安 他在养啊 保安不需要站着吗 保安一定要站多少个小时 他有时候也站 有时候也坐 对 坐着站着都不行 就应该躺着 病犯了的时候 尊医主说躺半年 您两个月就让他去 您刚才身体不好 你做不了 月嫂 他身体不好 他就一定得出去 一个月挣七八千吗 将心比心 健康是第一位的 然后才是收入 这就是我讲的 如果我自己 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 我就不应该同样的 去要求其他人 你把不上进三个字送给他 那按照我刚才的逻辑 我也可以说你不够上进 但其实是吗 他不是有客观条件限制吗 我们要从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条件 自己的阅历 自己的客观情况出发 然后再去讨论 上进还是不上进 所以 你先生不上进的这个问题 没有存在啊 我觉得 他为了这个家 一直多年在外面打工 把钱寄回来 可是我主要是 还是想让他在家里面学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你主要想让他在家里面学 是你 您从小的人生经历 我读起来 一直是处于配角的 这样的位置 事实上在 姑妈家庭当中的孩子 我相信您一定不是 最核心的那一个 不是 嫁到婆婆家以后 一样的 在家庭成员当中 您不是最核心的那一个 所以 从小到大 都没有掌握过话语权 现在好不容易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 我说话你还不听 矛盾在这儿 你就能不能听我一句 我让你往东 你就往东 我让你往西 你就往西呢 这才是您的心结 您要解了这个心结 我们的幸福感 才会更强 所以 你们要解决的是 爱情的问题吗 是婚姻的问题吗 不是 我觉得是你自己 思想和观念的问题 很多的事情 是需要跟他商量的 他这么大的年纪了 也不是不懂事的人 你们要寻找到 协商到一个 更适合你们夫妻双方 更适合彼此身体状况的 一个解决方案 并不是说 回家学木工一定不行 但是我希望 你能够尊重他的想法 也让自己彻底地放下 不是说我说什么 你就要听什么 明白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作严老师 我们不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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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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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只不过就是因为他随了你的愿而已 你要的不是说他干嘛 你要的是他随你的愿 所以换一个工作或者换一个都可以 但是这种执念为什么就一直在你心中 因为你这些年在嫁进他们家的日子过得不舒坦 你觉得他一直偏向婆婆 一直听他妈妈的 对你不好 所以这都是你这么多年积累来的心结 到现在婆婆离世三年 你就非得要把他这个东西掰过来 除了嫌弃抱怨不满 你对他没有一丁点的作为妻子要尽到的责任 那你觉得他身在外地 人能回得来吗 就算有一天真的被你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回来了 心回得来吗 我跟你说不是你一个人有执念 他也有执念 他心里面也有心结 他也会想这么多年你对我妈妈不好 这都是过往的一些经历 造成了今天每个人心里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机缘 但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两个人在一起 彼此会嫌弃对方 彼此心中对对方有抱怨是一定的 但是如果非要想一个办法 把这种抱怨给他报复出去的话 那这日子一定会不好 你们俩现在就是对抗 你让我回来吧 我偏不回来 两个人真的把这种对抗的关系放下 放下执念 你想要的才能出现 所以不要再纠结那些过往的那些零零总总 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到了现在 我们就往前看 你越逼他 反而他越不听你 把你心中那些过往的心结 过去就过去吧 男士也一样 听明白我刚才说的了吗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老婆这样穿好看吗 我一般人不看他这样穿 你平时喜欢看他穿得朴素一点 对 但我问的是这样好看吗 好看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这样看 因为你觉得他穿成这样不像你老婆 是这意思吧 对 你平时不这么穿吧 这么穿还算 今天要上节目所以才穿成这样 我会为什么不怎么做 我一定eschtic 从来 你一个中间 你能几 wishes 愿意 即将 你哪去 我一直 Nir 这帮家 谁 种 你 兼真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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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